- 歡迎大家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每個星期五,我會在這裡跟你分享最新最熱的遊戲新聞 今星期首先會跟你坐上電單車挑戰格蘭披治賽道 之後會跟你拿起結他,燃燒搖滾之魂 還會和你玩不同的 Indie Game, 挑戰生存之旅 廢話不多說, 立即開始今星期的遊戲情報科 賽車遊戲我想大家都玩好很多 亦有不同的遊戲大廠會出 但如果說電單車遊戲, 我想大家都會想起這間公司 由 Marlinson 推出的全新電單車遊戲作品 RIDE 將會在 3 月 27 日正式推出 遊戲中所有的電單車和配件都是參照現實品牌子的型號所製 KTM, EBR, Suzuki, Honda 等來自十多間車廠的電單車將會讓你慢慢選擇 衣著, 併力, Gearbox, 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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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 等全部配件都可以讓玩家慢慢自行配搭 不像其他遊戲只有樣子 遊戲中暫時有 15 條不同的賽道 有 7 條更加隔欄的賽道讓你挑戰 未來亦會有不同的 DLC 將世界上著名的賽道加入遊戲中 遊戲支持本機雙打或線上 12 人同時對戰 想知道自己設車夠不夠世界級 上網試試跟不同的高手打下就知道了 近期戴意的動漫作品 Psycho Pass 未來就會在 Xbox One 推出首款遊戲 在未來的社會中, 人類的性格、心理狀態都會被數值化 繼而去計算出每一個人的犯罪係數, 防止罪案發生 今次的遊戲故事將會是一個全新的獨立故事 即將會與現時的動漫故事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 官方暫時只是公佈了遊戲會是 RPG 遊戲 其他資料就要遲些才知道 不過看回遊戲的 Demo 片段 遊戲中貌似會對應不同的平板電腦 讓玩家經過 App 開啟特別的劇情 讓玩家可以更加投入遊戲 今次的豪華版還會有一隻 Blue Ray 裡面收錄了蒸錄自己和綠合寵離生的片段 以及一張 Xbox One 專用的特殊機身貼紙 相比起其他公司的特別版主機 這個做法又好像挺經濟實惠 如果你自己是 Psycho Pass 的粉絲 不妨想想它 反正你的 Xbox One 除了看香港電視之外都沒用 音樂遊戲來說 香港的巴打 我想最熟悉的都是機譜的吉他機和鼓機 如果你不喜歡 J-Rock 或 J-Pop 的話怎麼辦呢? 很簡單,Rock Band 4 就能幫到你了 類似機譜裡面的吉他機 遊戲會將吉他簡化變成一支簡單控制的吉他 讓玩家以簡單的幾個按鈕再加多一個 Pick 就可以在遊戲中彈出精彩的歌曲 除了吉他和鼓這些簡單的東西之外 Rock Band 最特別之處就是有一支咪可以給你大展歌喉 一支吉他、一支 Bass、一個鼓再加Focal 整隊 Band 就出來了 即使不懂樂器的巴打 一樣都可以透過這支 Game 拿到夾 Band 的樂趣 古月有宏 攻略善其事 熱鮮利其器 今次 Rock Band 還聯同了國外著名的遊戲配件公司 Magaz 推出了專用的控制器 將家裡變身成為 Band 房就說都沒那麼容易 可以為玩家帶來爽快感覺的遊戲 除了音樂、Game 都還有其他選擇 憑著有大量福利鏡頭 加上爽快動作而受到注意的閃亂神樂 接下來在3月26日便會有全新的遊戲登場 忍者又不是只有火影一種 玩家在遊戲中會充足不同忍者角色 在地圖中進行不同的無雙任務 好了,我們進入整體吧 今次遊戲中,除了有以往的福利系統之外 今集還會繼續有爆衣變身系統 變裝呀、觸手呀 呃... 糟了,今次的影片都不知道會被人說18 感 除此之外,今集還會有一個全新系統叫做更衣室系統 系統就有點像平時的遊戲中 3D 模特兒被你圍著角色轉慢慢看那種感覺 除此之外,玩家還可以控制兩個手型的... Icon 去... 呃... 不如自己看好嗎? 我單手錄音先 今次的遊戲除了PSV 之外 亦都會在PS4 登場 那你都知道,這麼特別的無雙遊戲 用大一點的螢幕看壓迫一點 不關我事,今次的遊戲是巴打叫我介紹的 好了,我繼續單手去介紹下一個遊戲 大創出的遊戲就來來去都差不多玩法 不知道Indie Game 你又有沒有興趣呢?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 Hotline Miami 2 可能會令你對Indie Game 刮目相看 遊戲以鳥堪的角度去控制角色 以巴必的畫風去表現一個血腥又殘忍的故事 遊戲中有大量血和暴力的表現 畫面雖然比不上現在的大作 但相對地遊戲性和娛樂性就一點都不差 遊戲雖然叫做第二集 但故事上就跟上一集完全無關 今集玩家就可以再次在遊戲世界中大殺突殺 大量的冷兵器會在遊戲中登場 任你將敵人打到斷手斷腳,爆搶爆頭 今次除了主仙的故事之外 玩家還可以經過一個Level Editor 去創造不同的關卡 比網上不同的玩家的挑戰 令遊戲內玩性大大提高 遊戲的畫面不多不少令我想起初代的GTA 跟當時一樣沒有美麗畫面 但就憑著遊戲突破性的玩法創造成一個神話 不知道今次Hotline Miami 可否繼承著第一代的好評及氣勢 創造出另一個神話呢? 今次想介紹給大家的遊戲 就是去年相當受歡迎的遊戲Don't Starve 多人版Don't Starve Together 已經在Steam 上架了 跟單人版一樣 玩家需要在一個荒島上生存 搜集不同的原料,打造自己的基地 今次的遊戲可以讓六個玩家一起玩 但物資就跟單人遊戲差不多了 相比之下,大家就更需要分工合作 去完成生存這個難題 遊戲內,玩家除了要E 套外 還要避一個強大的怪物 還要在這個什麼都沒有的荒島上保持正能量 如果理智太低的話 就會被自己想像出來的怪物攻擊 除了那些基本的煮食、整碎袋之餘 玩家還可以研發不同的科技 讓你可以在這個又古怪又荒誕的世界中 過得一日,得一日 遊戲每一次的地圖都會不同 而且對應著六個玩家 到底在這個荒謬的世界中 你會跟朋友分金同味? 為何說拿完資源,自己過日子呢? 這個就留給你自己決定 如果你有什麼遊戲想我介紹 又或者你有什麼遊戲剛剛落座坑 想找多爾巴達和你一起玩的話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讓我可以在未來的遊戲情報方面跟大家分享 記得訂閱和分享才會走 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